大家好,歡迎回到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在講波 昨晚突然風起雲湧,坦勒昨晚即時已被炒 我昨天早上出片時,說回韋斯咸長波都說 以為自己球員又炒分炒到這樣 加上球證還有黑鯊來拙散曼聯,好像真是整定天亡坦勒 結果輸完長波,不夠24小時坦勒已經落獲 即時結束了他在曼聯帶隊兩年多的任期 先說明,我最近有出很多片都表明,我覺得是時候炒坦克 但我也是對市不對人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你有能力搞好曼聯的你就留下 但你搞不定的話就請你走,大家好來好去 都是focus在事情上 做得好就繼續,做得不好,不夠能力就走,就是這麼簡單 說回,之前國際賽期間風平浪靜 管理層的那邊,當時消息傳出來都說沒有特別跟坦克有什麼溝通 再加上,看最新的這場,輸給韋斯咸的賽後 坦克還說會跟球員一起繼續為曼聯戰鬥 看下去吧 就算輸給韋斯咸後的當時那一刻 坦克自己也猜不到會這麼快被炒 看他賽後所說的東西,真的就不像收過最後通牒 真的都幾突然 我自己就本身猜,可能要動都是下個國際賽期前 即是大約11月10日前後 因為這些炒領隊可能就有個緩衝期會好些 會有些時間去安排一下 但誰知道,手起刀落 昨天晚上8點前一個聲明彈出來就動手了 同時都引證了,這兩三期不斷傳曼聯暗瓦底 談其他領隊就是堅了 管理層一早就在桌下有部署 有計劃,如果繼續推下去就要炒坦克的時候 即時要怎麼做 我見有些朋友早幾天還說 談沙圍那些就是吹水傳聞是流料 喂,現在足球世界沒有東西沒有可能 說說曼聯已經跌到第14位 而現在賽季不是先踢了兩三場 是已經踢到第九場,踢了四分一 危機就是真正存在 甚至再跌下去的話,玩到要護級也不是天方夜談 那真的,要即時處理危機先 現在坦克被炒已成事實,最新了 換領隊即時就已經再有最新的資料 說到曼聯已經談到sbooting主帥阿摩蓮 而且還說到已經幾有可能成事 今次就和大家跟進最新消息 關於阿摩蓮,我兩星期前都有出過片 說曼聯是有跟他談談的傳聞 而現在最新,又最有公信力 TA的王牌記者David Ornstein出報告 在坦克被炒之後 曼聯就即時已經談到sbooting主帥阿摩蓮 過來接手 他的報道就是曼聯已經準備好 給10M欧元解約金sbooting那邊 即時請阿摩蓮過來做領隊 而據指阿摩蓮那邊也對曼聯是持開放的態度 果然曼聯早有準備 這邊商炒人,那邊商量阿摩蓮已經談到入獄了 進展這麼快肯定就是之前已經摸底 甚至一些基本的東西已經一早刁好了 本身曼聯是真的早有準備 之前看得好像風平浪靜 其實一早已經暗藏殺機 David Ornstein的資料向來都很準 他出報告到這麼細節 應該如無意外 阿摩蓮很有機會 將會是曼聯的下任領隊 如無意外,再說一次 足球世界就無事無可能 目前阿摩蓮就是接手領隊的大熱 但接下來繼續持續跟進 因為真的不知道會不會再有什麼突發事出現 在未100%確定之前 都不是完全一,一定是 而看看博彩網站的曼聯下任領隊賠率 先打回頭盔 我這裡不是鼓吹賭博 引用這些賠率 只是用來參考換稅的機會率 現在阿摩蓮接手的賠率已經熱到爆燈 熱到5倍1 而排第二的就有股魂佬 會不會有機會 好像當年蘇比轉正一樣 這個賠率也是1倍3 再之後就是收夫基 沙維和湯曼斯法蘭等等 看完這個賠率 似乎阿摩蓮真的已經7、8成就是他的 看看接下來會不會短時間內公佈 一切要官宣為準才完全確認到 再跟進多些 關於曼聯準備就是跟阿摩蓮談好的細節 關於解約金方面 也見到有些消息是指 阿摩蓮現有和Sebooting的合約 是有一個頗特別的條款 就是 如果是一些比較大的球會要請他的話 例如曼聯、和馬、巴塞、拜仁、利物浦等等 解約金只是8.3M英鎊 即10M歐元 而其他球會請的話 解約金就會多一倍 會是20M歐元 這個條款代表什麼呢 我想就是阿摩蓮一早都有更上一層樓的心 對啦 始終葡超不是五大聯賽 他已經贏到冠軍的話 當然會想向更高處發展 而現在傳出來的條款是堅 就證明已經一早他都鋪好路 想轉到這些大球會 在解約金度可以便宜一半的情況之下 左外就會更細一些 曼聯的這邊 在炒坦克度據傳要給17M 現在請阿摩蓮就是10M 埋單計數這樣換了換人就要27M 都幾金 但沒辦法 還是要換 還有另外的報導 阿摩蓮本身都想先調校今季 但現在馬輪的領隊位已經等不到 跌到14位實在太差 不炒就不行 一定要先救火 現在就算不是最理想的接手時間 但迫在眼前都要來 沒得等 相信 照目前看消息傳得這麼快 和這麼堅 曼聯本身在炒坦前 肯定真的做了準備 相信未來就不需要很久 就會官宣 希望 希望不會出什麼突發意外 大家有點看 現在很有可能請阿摩蓮 可以一起留言聊一下 好了 今次就趕著這樣 想支持我的話 可以加入Patreon做會員 或者加入Youtube會員都可以 感謝支持 好了 我們下條片 再見